欢迎收看6月4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张门奇 首先请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搜索茶香广场轮番上阵 北宜公路石牌县界公园 上万朵绣球花省开中 编纷色彩超级梦幻 今天的健康1.0 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 拇指外翻 以及了解如何预防及治疗 大新店地方新闻 与双城国小老师黄荣狼合作 从6月5号起 每周三专题将全新推出 狼书伟图牙墙单元 播出由黄荣狼老师 创作的品德教育漫画 透过浅显易懂的小故事 告诉大家做人处事的道理 敬请观众朋友锁定收看 蜜蜂与蜘蛛是 新店区双城国小老师黄荣狼 在YouTube所开设的 狼书伟图牙墙频道中 所发表的预言短片漫画之一 描述一只小蜜蜂 因为采密数量落后遭到责骂 总像朋友蜘蛛诉苦 却不懂得自我反省 而这些漫画从故事编撰 脚本撰写 绘画配乐 都是由黄荣狼老师 自己一手包办 不仅画风可爱 笔触细腻 更透过浅显易懂的 故事内容 阐述做人处事的道理 有别于长篇大论的说教 因此深受小朋友喜爱 不仅如此 黄荣狼老师还将 这些漫画运用在教学上 希望让学生更容易 理解吸收 并且加以实践 为了让更多人 能够感受到 黄荣狼老师的用心与创意 大新店地方新闻 也特别与黄荣狼老师合作 从6月5号起 将安排在 每周三专题单元中播出 欢迎观众朋友持续锁定收看 记者成品正门期 新店采访报导 台电台北南区营业处处长 杨显辉率领了志工服务团 前往新北市爱志发展中心 捐赠节能灯板 以及清洁物资 同时协助更换所有教室的灯具 希望让来到中心学习的身心障碍孩童 能够拥有更优质的学习环境 台电长期来对于工艺服务不遗余力 台电台北南区营业处处长杨显辉 近日就率领了志工服务团 前往新北市爱志发展中心 捐赠节能灯板以及清洁物资 希望让来到中心学习的身心障碍孩童 能够拥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新北市爱志发展中心教保组长陈连廷表示 中心的照明设备原本是一般灯具 光线叫刺眼 非常感谢台电协助将所有教室 更换成LED减能灯板 让整体照明更加明亮且舒适 同时所有师生和家长 更充分感受到台电台北南区营业处的 关怀与温暖 台电台北南区营业处的志工服务团 为我们装修整个50具的灯管在我们中心 那第一个就是整个教室明亮很多 还有一个光线是柔和的 那我们中心里面很多小朋友 他们的视力在专注力上不是那么好 那但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很好的 这个灯光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一个照明的设备里面 其实小朋友在学习里面 他们舒服 他们也有更多的专心 另外台电志工服务团 还特别陪伴中心的孩童进行团体游戏 陪着孩子们一起撑开大大的气球伞 制造彩色波浪 滚动小球 让中心的孩童都玩得相当开心 杨显辉处长进一步指出 台电每年都会推动志愿服务团计划 期许员工在工作之余也难关心在地 并付诸实际行动 我们也了解这些吃患 身心障碍吃患发展的小孩 在成长中间需要更多的协助跟帮忙 他们的家庭也负担了很沉重的压力 那这些如果像这种的话 社会大众能够更多更进一步的心的话 能够帮助这些小朋友 我们台电北南区就很乐意尽这方面的义务 新北市爱智发展中心 主要针对六岁以下身心障碍 或发展迟缓的孩子开办早聊课程 台电台北南区营业初也期盼 透过这次的公益活动 号召更多企业团体 一同加入关怀弱势行列 让爱无限延伸 记者陈平正门奇 新北市采访报导 新北好茶展授会 6月1号起到16号 连续三个周末假日连番上阵 6月8号 9号 15号 16号 在平林区公所前广场 除了有市集 茶香走毒 DIY手作 SUP体验活动 另外还有千人风茶 每天200个名额 5月29号起开放网络报名 在省师团热闹助阵下 新北市农业局与平林区农会 平林区公所共同举办记者会 宣布新北市春季 闻山包种茶火热上市 邀请民众6月1号 2号到新北市民广场 参加春饮市集 6月8号 9号 15号 16号 到平林区公所前茶香广场 参加展授会 还有各式各样丰富又精彩的活动 在周末的努力之下 特别不止结合水域活动 那跟风茶大师这边又结合在一起之后 能让我们的好茶的仪式感 更能加分 今年的这个活动 除了风茶之外 还有其他的四大主题 也都很值得来玩 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喝茶的人 我们水岸的活动也很精彩 有音乐会 有水岸的立奖活动 平局长周庆珍进一步指出 今年在茶香广场有茶香走毒 水岸野餐 薰花茶 茶泡澡球 茶饼干及茶酒DIY 首作坊更首度在平宁市民活动中心 举行千人风茶仪式 每天限额200名 报名费用只要350元 就可以将比赛优等茶带回家 即日起开放网路报名 希望大家在风茶大师的带领之下 能够有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一个氛围当中 大家把自己的祝福也好 心愿也好 梦想也好 通通都封在茶叶里头 民众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 新北好茶展示会各项活动内容 以及报名资讯 欢迎上新北好茶或是平邻区公所官网查询 记者陈平正门齐新北市采访报导 接下来的新闻要介绍给大家一个超夯的打卡热点 那就是位在北宜公路 新北平邻区与宜兰交界处的石牌县界公园 这里的绣球花目前正在盛开当中 上万朵的花海缤纷又梦幻 因此吸引相当多民众特地造访 五六月份初夏时节是绣球花绽放的季节 这个时候位在北宜公路上 新北市平邻区与宜兰投城交界处的石牌县界公园 真的是缤纷又美丽 上万朵的绣球花让公园就像是梦幻世界般 蓝色紫色粉色各种不同色彩的绣球花 将山坡点缀的腕子切红美不伸收 也因此吸引了不少来自各地的游客特地造访 几个山盆好友好姐妹 怎么知道这个点呢 我们前两年有来过一次 觉得这边的绣球花开得如何 不错啊 山上也有上面就也蛮宽的 范围蛮宽的不错 很漂亮 怎么知道有这个地方 去看朋友的时候有网路看到的 是从哪边过来的 我现在是从宜兰过来的 拿起手机一张张照片拍不停 是闪画民众在绣球花海中的标准动作 大家一边拍照 更不时发出赞叹声 很漂亮 非常漂亮 然后满山满野都是 然后有很多地方都有 然后看着 很漂亮 有山有水啊 很漂亮 石牌县界公园每到五六月份 绣球花开时 又正犹如先进般的美景 所以尽管是平日上班时间 游客依旧是络绎不绝 近年来这里也成为了拍照打卡热点 不想错过的民众要保卧时间哦 记者成品正门期 平宁采访报导 广告后继续来看健康1.0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拇指外翻是常见的问题 更容易发生在穿高跟鞋的女性朋友身上 严重的话会导致行走时剧烈疼痛 今天的健康1.0 就要带大家来了解 什么是拇指外翻 还有要如何预防及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更新医院骨科杨李葵医师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拇指外翻 拇指外翻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 比较常发生在是女生的身上 那顾名思义拇指外翻就是 大拇指往外面 就是第二脚趾的方向去做一个偏移 它有可能会去挤压到第二个脚趾头 另外在大拇指的肌部我们可能可以看到一个肿块 这肿块就称为华翼囊眼 那我们在走路的时候 就可能会产生大拇指关节的疼痛 也有可能比较严重的时候 膝关节 髋关节 脊椎都有可能会有疼痛的状况 那这个拇指外翻它的成因其实非常的多 最主要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跟遗传有关 所以说如果你的爸爸或妈妈有拇指外翻的人呢 自己就很容易也会有拇指外翻的状况 另外后天方面呢 如果你喜欢穿高跟鞋 或是你喜欢练芭蕾舞的人 也会比较容易有拇指外翻 另外有扁平组的人呢 也会比较容易有拇指外翻的状况 那要怎么去预防拇指外翻呢 最主要就是需要呢 尽量避免穿高跟鞋或是肩头鞋 尽量选择的鞋子就是颜头稍微宽一点点的鞋子 再来呢就是我们可以加强逐步肌力的训练 如果说逐步的肌力练好一点的时候 我们可以帮助维持逐步的结构 那这些运动呢就包含我们可以练习呢 用脚趾头去抓地上的东西把它捡起来 或是说用脚趾头去抓一抓地上的毛巾 再来我们可以练习缩足运动 就是把足弓这样撑起来 再来呢也可以练习垫脚肩的运动 这些运动呢都有助于帮助增加我们逐步的肌力的训练 那如果说真的有拇指外翻该怎么办呢 一开始呢一定都是使用保守的治疗 就是非手术性的治疗 保守治疗就包含有些人可能可以用 矫正器去维持这个拇指外翻的严重度 再来呢可以去定制特制的鞋垫去撑起我们的足弓 那如果说比较严重的时候也可以到复健科接受一些复健的物理治疗 那这些治疗都没有效果的时候 或是说大拇指已经把第二脚趾头挤压到它脱臼的时候 这时候就需要接受手术的治疗 手术治疗就包含截骨矫正的手术 另外也会把太紧绷的软组织去做一个松解的手术 那欢迎呢有拇指外翻的朋友们 可以到骨科门诊来接受诊疗 谢谢大家的收看 接着来看宝贝亚有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新店十四张历史公园6月1号开放细水区 规划有水及桶区 湘雨水尊道 水桌及水桶瀑布区等多项玩水设施 炎炎夏日欢迎民众来这里消暑一下 大新店监控防护2.0 AI人像辨识及时告警 为您顾家顾点都安心 在想窃盗损失补偿险 每年最高36万元 速洽2917 3939 交通部公路局台北区监理所 持续推动机车驾驶训练制度计划 即日起至11月30日 参加驾训班机车训练并考取驾照者 补助每人训练费1300元 新北地区名额共计6200人 为了鼓励身心障碍朋友发挥绘画创作才艺 新北市自闭镇服务协计会办理第27届 爱在画中身心障碍者巡回画展 即艺术创作活动 详洽02-8985-7688 新北市立图书馆 实定分馆 7月份每周三下午4点 开办百遍歌仔细时定讲座 内容包括 烂内台湾歌谣艺术赏西 实定曼得学博瓜等等 欢迎民众参加 详洽02-2663-1354 以上的新闻内容 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新店有线电视的YouTube 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芬奇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